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你们分享一枚鲁比莱个血红 15.18克拉的 3500克拉的 这颗鲁比莱的颜色超级的漂亮 整个一个个血红的颜色是非常的艳丽 而且波波提也不多 一点点的一个小波波提 肉眼看上去基本无瑕 你们看和我手上比 我手上这个呢 属于带一点点眉红 这个两个就是品质上没有差别 就是有的人喜欢这个眉红 有的人喜欢这个个血红 这个呢是属于赵花锦的一个个血红 它上面的规格接着有了哈 16.5和14.5 9.3的一个规格 是个方形的 这个形状也很漂亮 做戒指做 就这一度可以 戒指呢是属于那种鸽子带的一个戒指 比较大 今天像这样的好货非常熟 而且我们这颗货大家发现 3500克拉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就是很少有这种性价比的货 而且它品质好 不是说性价比货 货不好 我们货也好 活彩也好 而且呢 我们翻一下 翻过来看一下哈 它是一个红蓝宝的一个气功 气功切得也好 它整个一个 嗯 不过体也非常熟 活彩也好 卢比赖呢是被货当中就是属于无梢的哈 它没有通过高温处理 所以呢 它颜色呢 就是本身的一种颜色 有的货是通过加热了 或者是部分填充 像有的货的猪炼了 它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个蛋面 卢比赖 它没有通过加热处理哈 就是存原框的 颜色是正装发现的一个个血红的一个颜色 有的人不说吗 卢比赖是 嗯 红宝石的一个瓶屏 其实它的英文名 嗯 卢比赖就是红宝石 翻译过来的 比如说 这个刚好是个血红 就是 C数偏大一点人都喜欢这个颜色 就是年轻人就比较喜欢我这个颜色 发 嗯 美红 特别艳丽 就是C数大的人 像那两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个血红的这个颜色 大家看这火水 好漂亮 好 那我们今天就翻到这里哈 感谢大家观看 这个就一枚哈 祸手 这个也是我们出一个简陋来的 所以有喜欢的你们要抓紧 别错过了哈 祸是很漂亮的一个祸